刘起成神,一个凡人成神的牌面 天降风雨亲自安葬关国 好了正文开始 两汉时代,杨县县有一任县长叫刘起 他曾经说过无死了会当上神灵 有一天晚上,他喝醉了酒 没有患病的他就这样去世了 之后狂风暴雨袭来 他的灵鹫就消失了 半夜听到京山有几千个人呼喊的声音 乡里百姓们去那里查看状况 发现刘起的棺木已经被修筑在巨大的坟墓里了 于是,大家把京山改名为君山 还因此修建了祠庙来祭祀刘起